下面来看今天的晒网明博 7月31号 大家都知道奥运会开出了史上最重的罚单 取消了羽毛球女双比赛中八位选手的参赛资格 其中就包括我国的选手于阳和王小李 理由是呢 他们在场上缺乏斗志和求胜的欲望 罚球不过往回球太随意 丢分毫不在意 故意输球让球 面对这份罚单呢 各方的说法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看看 白岩松被选手抱不平 痛批规则缺陷 你觉得这是规则漏洞还是道德问题 与其说慢运动员 不如说这个规则本身需要改变 评论员杨宇则将板子打在了教练身上 李永波道歉了 他仍在强调对规则理解不够 其实他是对体育的本质理解不够 他应被责令即刻打包回国 一个多年来 屡次让运动员消极比赛的教练 不配继续待在光荣的中国奥运代表团里 相声演员于谦说 现在需要的不是道歉 是为自己人抗争 什么消极比赛 是战术 是在规则范围内 把奖牌最大化的合理手段 这节骨眼别提奥运精神 忘了正在参与 前方正在打仗 假炮网屋里红合适吗 硬气点 那事情发生之后呢 俞阳在第一时间呢 就在微博上发泄的不满 他说呢 他们只是利用规则放弃比赛 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 并表示说啊 这是他最后一次比赛了 我们也来看看网友对这件事 又是怎么看的 63.6%的网友选择了支持 认为啊 敷衍了事伤害观众 而且有被体育精神 应该被取消资格 有36.4%的网友表示反对 认为运动员消极比赛是抗议 因反思规则不该惩罚选手 选择支持的晒粉说 消极比赛是不对 可是这次的赛制和裁判 不是也有很大的问题吗 一个巴掌拍不响 再来听听选择反对的晒粉观点 他们说这只是战略问题 没有到比赛的最后 就不能妄下结论 只要我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你管我怎么个打法呢 要我说呀 消极比赛本身呢 并没有违反规则 但是呢 他违反了奥运精神 违反了体育竞赛的精神 这当然是更严重的问题 应该处罚 至于说规则本身的问题 现在规则制定了 就要按现在的规则来处罚 修改规则 那是后话 比赛恩ור 再来 立即 没有